娱乐至死金钱之上,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 开始今天的正事之前,我们先来说个差点心翻内鱼的猛料 昨天有网友突然在社交网站上爆料李一峰疑似因为嫖娼被抓 一时间也是引起不少人的围观和热议 要知道,李一峰可是当今娱乐圈的顶流 而且几乎是毫无任何负面新闻的正能量一人 所以粉丝们一时间也是炸锅了 原来,李一峰原定于9月2日下午在杭州有一档商家品牌活动 粉丝根据行程汇报早早就到现场等候了 不过时间过了很久,李一峰都没有出现 此前,一般明星有意外不能参加线下活动 都会由工作室发声明说出原因 并提前几个小时告知粉丝活动取消 而李一峰意外缺席,其个人微博,其工作室的微博都没有任何的回应 也没有任何的预警和通告 此前李一峰一直都是很守时的艺人 对待工作也是相当的负责 所以网友们都质疑这一次 李一峰应该是职业生涯中首次无故缺席活动 相当的担心李一峰现状 在询问李一峰工作室后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看到有网友爆料说李一峰因为嫖娼被抓 全被看到这个消息,第一眼是不相信的 要知道,李一峰可是内娱顶流人物 出道多年几乎没有什么负面新闻 其次,他需要嫖娼吗? 不过有某钢琴家案例在前,不少网友也相信了这个爆料 那么如果这一次真的是被抓了 而且还是因为嫖娼,那绝对是今年最大的新闻 毕竟朝阳群众举报的能力全国有目共睹 圈内也曾因为出现过男演员嫖娼被抓的事情 2014年,黄海波就是在北京攻大建国饭店因嫖娼被抓 还被收容所交于6个月,事业尽毁 因此,有网友担心李一峰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 对方故意瞎逃给李一峰,才让李一峰被抓 就在网友纷纷议论之时 狗仔发文透露,李一峰确定不能到现场了 还提醒李一峰粉丝不要再等了 该狗仔没有说出原因,但爆料传言后发声 似乎是暗戳戳在呼应,默认李一峰被抓了 眼看着谣言四起,李一峰本人火速辟谣 可能是怕发微博有些没说服力 他直接开了直播 仅仅三分钟的直播,李一峰都在安抚粉丝 李一峰在直播中表示 自己没有飞杭州,现在在北京 因为疫情原因没有能够去,非常感到抱歉 替品牌方和经销商们说声抱歉 同时安抚粉丝希望下次见面,不好意思放了鸽子 喊话现场的粉丝可以回去了 并表示晚点会改直播的形式连线 自己也正在坐车去直播的现场 听到这话,真是让人松了口气 现在这年头真的是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 如果李一峰晚些时候再出来直播回应 那些故意污蔑他的人 可能还会说他是刚从派出所出来吧 说到这里,其实这件事跟主办方也有关系 如果取消活动就应该及时发布通告 不要让粉丝们白等 到时不仅影响品牌声誉 还会影响与明星之间的合作 当然这只是开胃小菜 接下来要说的才是我们今天的重爆消息 9月1日 导演理想在社交平台晒出广电的内部讲话 其中点出2023年内鱼将迎来七大改动 与影视西西相关 而且多名流量明星也被点名批评 其中出演了军旅和警察题材的多名流量明星被点名 另外,以后的军旅剧不可以再有小鲜肉 抨击了演员过于偶像化 在表演时做作,过于脸谱化 脱离于现实状况,造成观众的误解 那么有哪七大改动 1.禁止过于追求流量化 很多证据包括军旅题材找了流量明星 实际上,剧情十分偶像化 就相当于披着军旅的皮谈了一场恋爱 为了追求流量与收视率 显得爱情戏离补是真 在此,广电还内部点名批评了多位明星 比如肖战,张一星,李一凤,杨阳,白景廷等人 他们在剧中的角色脱离现实 剧情太套路了 将角色太偶像化 失去了角色本身的魅力 这几位流量明星都饰演过军旅警察题材的角色 其中广电特别点名扫黑风暴 认为这部剧中的剧情没有问题 但是总体阴柔过度 缺少阳刚之气 没有真正展现警务人员的风采 还特意表扬警察荣誉的表演 认为十分接地气又鲜活 另外,广电表示今后所有居旅剧 演员至少要进行15天以上的剧训 2.审美畸形 很多影视剧中 有一些演员已经病态整容 看上去一眼就假 特别是警务 军律题材中 角色不能找动过脸的 另外,特别娘的形象也不可以 单改不可以 剧组不可以过度的化妆 将演员化成了假人 严重脱离正常人的审美 脸部僵硬变形或五官夸张的演员 也会影响到过审 3.古装 广电点名批评了 我是刘金凤这部网剧 认为幅画道要自查 起码要对应朝代的还原度 可以从古代服饰中寻找灵感 但大体要符合史实 不能胡编乱造 不可以过度使用力竞 在这里点名批评传家 过度磨皮到失真 特别是不能沾染到国外的风气 影响年轻人的装造认知 4.流量明星 现在流量明星由于热度大 手中的资源都不错 2023年以后 凡是唱跳综艺的偶像 不可以当男一号或女一号 可以饰演配角 这一步就有很大的限制 所有的流量明星 不能演重大传统的题材 或者比较重要的角色 这些不会批 而流量明星的噩梦真的来了 前几年有眼力见的 都早一步转型了 尽量去流量化 如今线上的流量明星 未来将何去何从 5.现实 未来影视剧 60%都要做现实主义 历史军履题材不低于20% 点名表扬了 东城梦魇的装造 十分现实有美感 鼓励多拍现实的影视剧 但是当中底层不能过于不堪 向凤凰男偷空岳父家底 凡胜美被父母逼迫补贴兄弟 容易引发观众的焦虑 不能只让精英当主角 普通人当配角 不能让阶层的高低 成为了陪衬的原因 不可以过度美化精英阶层 6.不能丑化或过度商业化 7.现在假平凹的高兴没有通过 8.因为底色太过于灰暗了 普通底层人士过于丑化 还点名了人世间的编剧 用了很多技巧改动 最后顺利播出了 这部剧虽然现实 但是底色也太悲凉灰暗了 获奖的小说谨慎拍摄 特别是情节过于悲凉的 另外广告植入不能太商业化 像以前那种设计情节去烘托 专门写点台词点名是不可以了 也不可以出现产品的特写镜头 7.网剧 之前网剧算是比较松的 而现在网剧的要求也不低 像填宠言情剧 悬浮的魔幻剧等数量要减少 不能过于浮夸 情节不能太夸张 单改百合之类的都不可以 浮夸妆要自查 片名要有思想性 古装仙侠剧的过审难度将增加 整体纯网剧的备暗号都会减少 另外如果三次审核不过 片子就不要再送上去了 没有播出的可能了 总体看来 未来广电将要主力推证据和现实题材 像古装传奇剧这一类有隐患的 以及仙侠类过于没有营养的 还有小言情类的偶像剧 数量会越来越少 而流量明星的发展其实很受限 只能尽量的去流量化 才能更长远的发展 另外被点名批评的流量明星 其实主要是编剧的剧情设置 他们从某些方面来说倒是也无故 不过在理想导演发布该条动态的第二天 圈内知名制片人发文 称网传的消息并不属实 这种信息应该以官方文件为证 并且表示应该去鼓励青年演员的演技不断的提高 而不是去毁掉正在成长中的他们 郭献春是业界知名的制片人 有多部作品在央视播出 而且他还在公安机关办案多年 还有网友透露 郭献春也是《甄嬛传》导演 郑小龙即将开机的新戏的制片人之一 有了郭献春的辟谣 许多网友也放心了不少 还有网友称 这种点名的网传一看就很假 目前搜索理想导演的社交账号 他于9月1日发布的这则动态已经删除 另外据理想导演在社交平台的认证 他目前就职于某影业有限公司 经过查询 该企业为成立于2016年的小微企业 以业内背景而言 貌似的确是制片人郭献春的辟谣更可信一些 但是在理想导演发长文不到半小时后 著名编剧汪海玲也透露了一些有关业界审查的消息 而且就在当天 雨昕蜡模扬子也宣布自己正式回复本名 李佳琪 两个业内人士一前一后的透露行业内的信息 也确实使得不少人将信将疑 9月2号 汪海玲又再次发声 称自己所说的是行业内众所周知的内容 若参加的会议 若有要求不公开透露 则不会爆料 看来理想导演的爆料是否属实 还得依靠时间的检验了 如果是你会支持广电的新规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全面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哦